崔永元多次爆料,冯小刚范冰冰默不作声,张国立说了五个字。 自从5月11日,崔永元就在微博上宣战冯小刚了,直言冯小刚是渣子。 事情到今都快一个月了,网友们在网上吃瓜吃得很带劲,其实都知道娱乐圈的那些事,但敢像崔永元这样叫嚣着爆料的没几个,冯小刚是渣子大家都知道,刘振云变成渣子速度偏快了一些。 崔永元微博截图 在崔永元晒出的图片微博中可以看到,4月7日的时候,崔永元便与手机的编剧刘振云沟通过。 他晒出了2018年4月7日与刘振云的来往短信。 在短信里,刘振云这样回复他,但十几年过去,主人公已是另外一个人,网络世界的人。 与您的担忧没有任何联系。 并且,刘振云还告诉崔永元,新电影名字叫做《朋友圈》,让他大可放心。 崔永元短期截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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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03年,冯小刚拍的《手机》这部电影,对崔永元的人生有了太大的变化。 电影中的主人公严首一映射的就是当时的崔永元。 崔永元在现实生活中主持实话实说,但电影中的严首一主持的节目叫《有一说一》,并且严首一是一个有着婚外情的人,所以在电影播放后,人们总是把崔永元说成是有一说一的主持人,正因此,崔永元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。 事情过去了15年,往事又被提起,崔永元难免会就是重提一下。 于是便有了崔永元在网络上各种炮轰冯小刚泛冰冰的事情。 手机 自从5月末开始,崔永元连发十余条微博予以反击,每条微博的转评量都相当可观。 其中,包括晒出晒出范冰冰冰某演出合同细节,包括千万片酬,详细的衣食住行费用,爆出娱乐圈大小合同前规则等。 崔永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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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冯小刚 范冰冰 刘振愿 事情过去这么久,网络上的议论声如此大,范冰冰和冯小刚二人却默不作声,真是沉得住气。 关于电影手机,除了在5月24日范冰冰发布了一条宣传的电影之外,便再无其他消息。 范冰冰微博截图 同样的,冯小刚也只是在上个月月初的时候,为了宣传手机而发不了条消息,但是网络上的议论声仍然不减。 冯小刚微博截图 在冯小刚的留言底下可以看到几乎是一边倒的战崔永元。 冯小刚微博截图 而作为手机电影中的主演之一张国力曾经在冯小刚的微博下留言道,做人要厚道。 冯小刚微博截图 作人要厚道仅仅五个字,既像是回忆当初拍手机时所说的台词,又像是为崔永元发声。 张国力在娱乐圈也是高情商的人之一,面对此时的窘境,确实不太方便说出自己的真心话,目前崔永元的爆料7.51合同还没有公布 不明清夫妻是谁,但是崔永元和冯小刚的梁子算是结死了,不知道你占谁的队呢?